好,各位好,我是Tim 欢迎收看本情绪飓风 你现在在看的这个东西 这个叫做视频 我们都知道 而无论是电影还是短视频 我们都逃不过一个数字 那就是帧率 帧率是一个很多时候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东西 你经常能在相机设置里面看到各种各样的帧率设置 比如说24,25,23.976 甚至还有29.97 这种各种各样的帧率数字 都很奇葩 所以这些数字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要想要了解它的话 我们不能够先看这些设备 而是要先看看这里 我们的脑子 我们要提到的第一个名词 叫做视觉暂流 也就是说当人眼在短时间内 看到一系列差异微小的画面的时候 由于每张画面都会在视网膜上短暂的停留 并且每张图像的差异都很微小 因此连续出现的画面通过人脑处理以后 就形成了人们眼中的运动的画面 那么画面要以多快的速度连续出现 才能使人眼看到流畅的运动画面呢 当年我们所熟知的发明家艾迪生 提出人眼所能够感知的最舒适的帧率 不应当低于46帧 如果说低于46帧每秒 就会使人眼感到不适 但是如果以每秒46帧的这个速度来拍摄 来放映这些内容的话 制片人估计就要哭了 因为胶片在过去 真的是珍贵物资 很贵 所以大家就只能够降低帧率 来拍摄还有放映 虽然这个时候的运动的连贯性 仍然能够接受 但是放映的时候 由于过篇 需要不断地闪入这些黑帧 就让人感到无法接受了 因为会不断出现闪烁 所以当时的电影放映员 提出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解决方案 那就是利用一个双页片 或者是三页片的快门 来进行放映 那采用双页片或者三页片 对于同一帧画面 进行多次的闪烁 这样相当于多次的放映 可以提高投影的实际帧速率 而且不用消耗更多的胶片 就能够去除人眼 对于低频闪烁的这种不适的感觉 当时的无声电影 大多是采用16到18帧每秒 来进行记录的 那通过三页片的放映快门 来进行放映的时候 就能够得到一个 48到54帧每秒的影片放映帧率 但是以前放映电影 其实更多是通过手摇的方式 来进行的 然而手摇是不稳定的 所以也就很难得到 一个固定的放映帧率 所以在当时手摇放映帧率 普遍在12到40帧每秒之间 直到后面有了电机驱动的放映机以后 帧率就被稳定在了18帧以上 只不过无声电影的佛系放映 并没能持续下去 一切都在有声电影出现以后 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声音的引入可以说是 电影史上最具有里程碑式的技术 还有艺术变客之一 由于声音的加入 使得电影的放映帧率 从之前的参差不齐 开始变成统一的一个帧率 因为一旦播放帧率产生了变化 声音就会适真 那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1929年 经过无数的讨论以后 电影行业的标准帧率 就被制定了下来 就是24帧 那可能有人会问 为什么是24帧 而不是别的帧率 那其实主要就是 为了声音的保证 在过去 声音是通过光学录音 来记录在胶片上面的 如果你以每秒16帧的速度 来进行拍摄 那记录下的音频 会很容易出现失帧 因此为了能够记录下 更多的声音的细节 只有当电影胶片 以不低于24帧的帧率 来拍摄的时候 才能够得到不错的结果 那为什么又是24 而不是23或者25呢 那这就是一个数学问题了 因为24帧 可以更容易的被 2 3 4 6 8整出 这样在胶片时代的剪辑师 就可以很容易的知道 半秒钟是12帧 三分之一秒是8帧 四分之一秒就是6帧 等等 那可能又会有人要问 那为什么不是30帧 或者32帧呢 那这两个数字 也很容易被整出 那我们也说过了 胶片时代 胶片不便宜 而制片人又很抠 所以不管电影格式如何变化 24帧却一直是 电影行业的标准 这个帧率 也就慢慢成为了 人们口中 电影感的一部分 只不过 随着时间的飞逝 电视机的发明 又对帧率产生了影响 同时也产生了一种 新的帧率形式 那就是电子帧率 那由于24帧 并不是一个 非常流畅的帧率 电视的荧光屏 也不像电影放映机那样 可以通过片门 来提高闪烁的频率 而主动发光的形式 让闪烁导致的这种不适感 又变得更加明显了 于是聪明的工程师们 又发明了两种的 电视机上呈现图像的方式 就是主行扫描 和隔行扫描 主行扫描 是将每一帧的图像 按照电视机内的电子书顺序 一行接一行的扫描 来形成一张完整的画面 而隔行扫描 则是将音频 以技术行和偶尔行的规则 分为两个场 快速交替 让这个扫描的画面 让人眼看上去 像是播放了一个完整的画面一样 在电视标准的显示模式中 I代表隔行扫描 P代表主行扫描 比如1080RI60 就是隔行扫描 每秒60帧的半帧 而1080P30 代表主行扫描 每秒30帧的全帧 那前者 通过了牺牲画面的细节 来保证画面流畅和不闪眼睛 后者虽然细节更丰富 但是画面流畅度低 而且闪烁频率低 看起来会非常累眼睛 而当时的电视带宽 又不足以支撑 我们传输60个全帧的画面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的童年 比如在奶奶家看CUG的时候 你总会记得画面一旦动得快 就会看到这种不自然的撕裂 这就是隔行扫描的弊端 那现在互联网传播视频 就千万别再使用爱唱的视频了 老老实实用P 主行扫描 1080P 就是这个意思 我想各位也就理解了 为了消除电流与电视信号 在不同频率下 相互干扰产生的噪点还有杂音 美国的工程师 就把隔行扫描的刷新率 设置成了和美国焦虑电源 60Hz频率一致的 60帧或者是30帧 也就是60Hz频率对应 隔行扫描的每秒60帧半帧 以及珠航扫描的每秒30帧全帧 这也就是30帧 这个帧率的由来了 只是每次人类想改进生活品质的时候 都会遇到阻碍 彩色电视机的出现 又让电视帧率出现了新的变化 色彩的加入 意味着需要在原本 黑白电视的信号贷款中 加入色彩信号 这样拥有黑白电视的人 可以继续看黑白的电视 而土豪们 则能够读取色彩信息 看到彩色的电视 那因为新加入的色彩信号 使用的频段 极有可能和声音讯号产生干扰 产生噪音 还有画面拟区 于是工程师们又想出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法 那就是把画面的帧率 做0.1%比例的缩减 避免两者之间交互 产生相互的干扰 因此彩色电视的帧率 从60帧每秒下降到了59.94帧每秒 以及30帧每秒下降到了29.97帧每秒 这就是这些奥口的数字 还有这些小数点的由来 而这个标准被称之为MTSC标准 在美国 加拿大 墨西哥 日本 还有韩国等等地区 都是用这个标准的 所以如果你准备在这些国家拍摄25帧 你很容易就会看到 因为频率没有对齐 而产生的灯光闪烁 比如我第一次去韩国 就是因为忘记把相机更改成MTSC 拍摄正确的30帧 60分之一的快门 反而拍摄了25帧 50分之一的快门 就导致了很多素材出现了闪烁 那可能很多人也会好奇 就是中国还有欧洲 用的是什么帧率规格 拍什么帧率比较合适 那就是Pile 这是在1963年 德国电视制造商Tally Funkan 向欧洲推出的规格 那Pile制式解决了困扰 MTSC的色彩干扰的问题 同时也支持欧洲使用50赫兹的交流电 那Pile制式是以每秒50长 进行交错扫描的 也就是50i以及25p的帧率 那目前包括中国在内 亚洲的绝大多数国家 除了韩国、日本、菲律宾 那非洲、澳大利亚等等这些国家 都是使用Pile制式的 那所以现在大家也就应该理解了 为什么在国内互联网 拍摄25帧 或者是25的倍数帧 会比较合理 因为你会刷很多麻烦 24帧仍然是国内的电影标准 那为了规避平闪 你也应当把快门速度设置成50分之一 这些都是经验之谈 那24帧成为电影行业的标准 已经长达了一个多世纪了 那现在电影呢 也试图通过将电影的解析度和帧率提高 减少画面动态模糊 来创造出更加顺滑的画面 更好的体验 那毕竟帧率越高 这些画面也就越流畅 给人的感官体验也就越丰富 越接近现实中的这种感觉 而如今的科技 已经可以实现制作4K120帧的电影了 那比如都是由李安导演的 2016年上映的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 还有去年上映的《双子杀手》 但是这些高帧率的电影的观感 我觉得见仁见智 以我个人体验来说 我确实被画面的顺滑程度给震撼到了 但是我在看的时候始终觉得 我自己没有在看电影 而像是在游乐园里面的那种体验厅的视频 就我不知道 这可能就是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了 就是技术的进步当然好 但是人的体验是一个主观的东西 尤其是对艺术的理解 就难道我们真的想看到每一点的细节 就感觉和现实毫无区别吗 这个我就希望大家能多多发表你自己的意见 也可以问问你的朋友 就我觉得电影是一个逃脱现实的形式 就有一点和现实的区分感 不流畅感 我觉得不是坏事 那我可能是因为从小到大 看了太多的24周的内容 导致我已经被玩坏了 那也许下一代 看着高帧率内容成长的小朋友 会认为高帧率的内容 才会有这种电影感 那谁知道呢 所以感谢各位收看本期节目 做科普真的不容易 我们团队花了很多时间来雕作细节 希望大家学到了知识 喜欢的话请关注我们 分享这个视频给你的朋友 这会对我们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